风超大又下雨,我很怕 蓝宇护理师最后LINE曝光 2月5号半夜11点 空情总队一架黑鹰直升机 为了协助一位老病人从蓝宇到台湾就医 执行应送任务后失联 机上正副驾驶、机工长、患者与家属 其中包括一名28岁的蔡新护理师 至今生死未卜 医师蔡秀南今天在脸书发文 蓝宇护理师的最后LINE 文中出现护理师最后的LINE内容 这让蔡秀南感叹 让人很难过、很不舍 并指出蓝宇护理师的妈妈的话 不希望还有下一个护理师被牺牲 她认为偏向离岛医疗资源与救护安全 要如何系统性改善 比救责更重要 值得深思检讨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